这个问题 你对于佛法了解不够 佛说法 它以什么样的逻辑方式 六族谈经里面 讲得好 六族教他的学生 怎样给一般人 解释佛法 实际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说法四十九年 都不出这个原则 他这个原则叫三十六对 这是举例子 实在讲 例子无量无边 不胜没举 你知道这三十六对 你就晓得 佛说法什么 因病于药 药到病除 众生知者有 佛就将空 将空 破你知者有的 众生知者空呢 佛就说有 破你知者空的 佛说一切法 没有别的目的 破除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之处 统统都没有了 你都放下了 你本来是佛嘛 佛有没有法可说 无法可说 所以 般若经上说 这世尊讲的 谁要说佛说法了 要绑佛 佛医生确实 没说法 就跟个大夫一样 大夫有没有药 给人呢 没有 这么你懂的 你是个健康的人 大夫给什么药给你啊 你害什么病 他给你什么药 你吃没有药 病就好了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你有没有看到 病好的人 天天还吃药呢 没这个道理吧 我们一生的烦恼吸气是病啊 佛法是药啊 所以佛法不可以知诸啊 知诸就错了 知诸就等于说 大夫给这个药给你吃 吃的时候你病好了 病好了 你还要不死掉 你一辈子还吃这个药 又吃出病出来了 所以再说 发上应血 何况非发 这些原理原子要懂啊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介绍的 这夏威夷土著六个心条里的第一个 这个心条要懂得 这个宇宙是我们自己心想而存在的 你能懂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你何去何从 或者没有来去啊 没有生死啊 没有凡身啊 通通通通是对立点 对立就是两边 两边一边没有的 那一边也没有了 你就回归到自信啊 回归到自信是什么境界 长极光进度 这最高的境界 那是究竟圆满福 我们今天没办法 修入这个境界 所以佛才教我们 按步就按 一步一步的提升 首先你把执着放下 你今天学教 念佛 要不要念 要念 念不要执着 你才能得受用 你一面念 一面执着 不得受用 把佛法变成世界法 你不会开悟 你不会挣苦 你只能说是呢 你所修学的 换的来生的佛宝 那你能肯修 念佛也好 持戒也好 松经也好 研究经教也好 只要不知诸 就对了 你看不知诸 空有两边都不住 这心中道啊 我天天念经拜佛 不知空 虽然天天念经拜佛的时候 我不追求 我不执着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这叫中道 所以佛的这些 善巧方便 这个方法 巧妙极了 你认真 你会有误处 你会有感应 有误处 有感应 你就要发喜 就发喜 充满了 下面一个问题 浙江省 朱基士的居士 发心做三十西念佛寺 至今已有年不多长 主法者学习三十西念细讲 也有十多遍 利益感应很多 但也有些疑惑 他底下有七个问题 这就是他些疑惑 第一个 法式中 有些同修见到佛菩萨 有些见到无形 同修 恭敬认真态度 超过佛人 得到利益 请问这些感应 能不能说出来 以震掌大众信心 内部 自己同修可以说 对外 决定不说 这就对了 对外可以 震掌同修 对内 震掌同修的信心 对外面说 人家说你搞迷信 反而引起别人 毁谤佛法 那这个因果责任 你要承担 所以你一定要看准 看清楚 这个人真正相信 可以跟他说 他有疑惑 我决定不起这个问题 这个要知道 第二 有些狠死 同修 或是动物 经诸念 十小时之后 身体 任就僵硬 借着做三十信念 发挥 借俗 周身柔软 这是注念 加信念的结果 还是信念的力量 大于注念的力量 你不必起这个疑惑 有同样的力量 譬如 我们吃饭 吃一碗饭 头一碗饭是注念 吃得不饱 再吃第二碗就吃饱了 第二碗是信念 你说信念的功德 大于注念 还是注念功德 大于信念 统统没有 平等 所以这个不能够疑惑 第三 道场里有出家人 确实居士 种伐作三十信念 双方都有一点 尴尬 应如何调和 不必起这个念头 其这个念头 这个道场就破坏了 效果就要差 差距就很大了 要在真诚信心 啊 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